圆山之旅 开始 圆山享振兴方案 五千抵用券还剩一千元 今日早餐就选择在松鹤餐厅用餐 从大红圆柱与宫廷吊灯的氛围下进入 仿佛走入宫廷剧的场景中 入口墙面巨大的松鹤图 气势雄伟 忍不住要多看它几眼 早餐菜色还算多样化 虽然是开放式自住吧台 因为疫情关系 全由服务员代为假取 优优独播剧场 用餐区设在圆形屏风后方 座位区非常多 还好用早餐的人数并不多 气氛宁静 悠闲舒适 用咖啡结束悠闲的早餐时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早年饭店的货铺钥匙牌 目前陈列于大厅 有不少游客偷偷带走作为纪念 已经缺了好几个 后来饭店房门已改用IC卡了 东密道全长67公尺 一路向下延伸 总共有84个阶梯 43盏防爆灯 湾区的坑道是为了避免追兵和子弹 密道上方是德国工程师设计的防爆音锥 可以减弱爆炸巨响 真是开眼界了 山穷水尽已无路 柳暗花名又已春 出的东密道后 就是圆山秘密花园与孔二小姐故居 孔二小姐 孔二小姐本名孔令伪 是宋矮林与孔祥溪的二千斤 含着金汤匙长大 能力却不凡 也参与修建圆山大饭店 孔二小姐故居 室内空间不大 宇记门是蒋中正与宋美林坐过的龙凤椅 以及极珍贵的花梨木屏风 雕工精细 碳围观止 客厅陈列着中式沙发 西式秘鲁 桌上是蒋夫人最爱的红豆松糕 书房里展示她的手写账本 还陈列她的猎枪 餐厅里摆放着五宴餐具 仿若宫廷 刀篮以告尾声 最后以接待贵宾的方式搭乘借博车 环绕一圈圆圆饭店 环绕一圈圆山饭店 环绕一圈圆山饭店 享受奢华的牛排大餐 推荐给爱戴丸的朋友们 以赖粉篇变热店 老鼠 ゼ烍店 别人 如此 动症